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今天上午會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東陵進補你補對了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來教你 進補強身改善體質喔 好辣軍團有哪些進補訣竅呢 指班長我是張文綺 大家好 瓜哥現在冬天到了嘛 所以進補的時間也到了 但是呢 要怎麼補對 要對陣下藥這很重要 可是年輕人有在講說補嗎 這是貪吃嘛 你吃薑文藥也不是為了補嘛 燒酒機也不是為了補嘛 都是為了好吃啊 對 年輕人是這樣沒錯 但是我覺得 死大人就不一樣了 而且長輩他們可不是這種心態 他們覺得說 小孩子就是應該要多補 這樣身體怎麼會健康 才會有氣 像我之前就是太累 然後覺得喉嚨緊緊的 結果我爸說 你這個就應該氣不夠 是可能唱歌沒有力什麼的 是 那就喊那個花旗聲就好了 沒有 它是叫我那什麼 然後反正那個東西叫做 好 整個喝下去 我隔天起來 整個 就整個熱感的那種感覺 原來那個東西是要 就是感冒 你要休息好了之後 再來去補吃 身體狀況看清新補 對不對 對 很重要 所以你看補到像男生一樣 沒有 以前我們傳統家庭 真的會 造節氣來的 冬至媽媽再怎麼忙 也會燉那些雞 對啊 全家大大小圍在一起 對 元宵集大家在一起圍湯 搓湯圓 對 端午節就要包粽子 很傳統家庭 雖然大家很忙 可是也要抽出時間 來做這些事情 對 所以家裡雖然環境不是很富裕 可是真的有過節的感覺 所以你有補過嗎 你們看補過 但是我跟你講燒酒雞 我不是為了要補 因為客家人燒酒雞 是很有名的 所以每次當我返鄉去 媽媽看到我們回來 爸爸也很開心 就趕快吩咐媽媽 你看兒子回來了 瘦成這樣 你再怎麼樣再演你媽媽 爸爸還是覺得瘦 沒有 我媽媽就沒有這樣 所以客家菜 客家小草啊 客家麻油雞 東坡肉啊這些 對 能吃著吃 吃不完還叫我帶回台北 好幸福 真的很幸福 而且以前我家是開麵店的 對 在扭力的時候 全部是麵 所以你 同學每次到我家 說 尤其是到家裡是要煮麵吃的 那麵拿了就可以煮來吃了 所以從小其實沒缺一缺食 是 但是小心不要補過頭 台灣人愛進補 其實不能亂補的 我們醫師常常講 營養師說 在食材裡面平均吃 就很健康 你要補錯的話 像糖尿病患者 媳婦很孝順的 買了薑紅鴨給他進補 結果補到 所以今天要讓大家看清楚 你是哪一種體質 怎麼補 好 中醫教你分辨體質 對症下補 這是寒濕的體質 來 寒濕體質 月經不順 私密處分泌物多 四肢冰冷 易水腫 這對女生來講 幾乎都寒濕體質 沒有什麼乾燥的 不可能 一般寒濕體質 現在很常見 為什麼會寒 因為今年整個夏天 整個年度都太熱了 所以大家會喝很多冰的東西 對 冰的東西一進去 那寒氣就進來了 所以體質會寒 再來濕氣為什麼會中 因為現在人都愛吃一些 比較精緻的東西 精緻的東西太多 身體代謝不掉 留在體內就叫做濕氣 那所以很多女生 那加上有些人 這些人都跟寒濕體質有關係 加上很多人會覺得 自己是不是水腫 那我常常跟病人講說 你要怎麼判斷水腫很簡單 水腫會來來去去的 早上腫下午就好了 或是下午腫白天就好了 那如果說你白天晚上都腫 那就不是水腫了 那永遠地面對自己就是變胖 那所以今年我也出了一本書 叫做非瘦不可 對 因為我悶診那麼久發現 其實很多人都會在意說 我皮膚要白 但我們常講說一白就是三醜 會瘦才會好看對不對 那這本書就是教大家 不用挨餓不用接澱粉 也能夠瘦得下來 有很多很好的方法 好像很厲害 很簡單的方法 但大家都忘記了 因為像我們人中 遇到很多很極端的案例 是 就像說到今年7月 今年很熱 那7月其實夏日那一陣子 非常非常熱 大概35 6度 那就一家三口來看診 就阿嬤跟媽媽 還有女兒來看診 那年齡大概是60歲 40歲 18歲這樣 體重剛好相反 阿嬤40公斤 媽媽50公斤 小孫女70公斤 對 養得非常的好 那孫女來看診 不是為了看減肥 她是要來看婦科的問題 然後每次月經來 初經才來沒幾年 那每次來就是痛 那又有血快 對 那媽媽又說 其實我女兒 也沒什麼不好 就是越來越怕 對 到底什麼問題 我就幫她一把脈發現 真的含濕體質 脈又緊 那女生月經來就肚子痛 又容易手腳冰冷 然後夏天到冷氣房 又手腳冰冷 我就說 你是不是很愛喝飲料 她媽媽就說 對啊 講不聽 你現在最愛喝的 對 那我就說 沒關係 那不然就吃點麻油雞 薑母鴨 羊肉乳 然後她媽媽就有點 因為她們出診 就有點不太相信 然後這個醫生 長得一表人才 亂講話這樣子 那她們半信半疑 就回家了 結果隔了兩個禮拜後回診 她媽媽很開心 對 差點就把嫁妝都搬來了 她就說 陳醫師妳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吃了麻油雞 一碗可以瘦一公斤 一碗瘦一公斤 真的還滿厲害的 我就跟她說 因為她體質比較寒 比較濕 等於體內 因為她清除垃圾能力太差了 對 那幫她把身體溫一下以後 功能恢復了 那她垃圾就排得比較快 所以她胖 並不是因為吃多而胖 而是垃圾堆積太多了 所以她回去繼續吃麻油雞 幾個禮拜後就瘦得非常多 麻油雞以外 我介紹大家一個 我覺得也還不錯的東西 到冬天也可以吃的 就是 哇 就是這個 因為大家女生都會想到說 我月經後 要不要喝四霧湯 那四霧裡面就包含了四霧湯 裡面有四君子 檀生白煮福林甘草 好奇 這個是中藥材 不是 中藥材就怕碰到白蘿蔔嗎 我就怕會解掉 那因為現代人 其實太少運動了 那氣血都運行得比較不好 當你吃了很多補品以後 會覺得 怎麼開始燥熱起來了 那麼反而加點白蘿蔔下去 幫它醒氣 幫它稍微平衡一點 你溫補之外 又不會太燥 那裡面其實你加點白蘿蔔 用薑跟麻油稍微去炒一下 然後加點你喜歡吃的青菜 煮一煮就很好吃 這種吃就喝不會胖吧 如果你 韓濕體質的人喝了 絕對會瘦 但不會胖還會瘦 那如果不是韓濕體質 還是多多少少 對 所以我們說 到底要怎麼補呢 其實補這個定義 大家只會局限在說 薑母鴨 麻油雞 羊肉乳 那其實補應該說 你身體需要什麼 就是補 好像給瓜哥老的年紀 就沒意義嘛 那我們就很需要 對 那你已經 他說什麼 他說老老 你 我是很少吃的很薄平 早上大概去用燕窩漱口 你確定嗎 燕窩漱口就不夠補是不是 燕窩不是補的吧 燕窩是潤肺的吧 燕窩比較偏濕陰 對 比較偏像燥熱體質的人 適合的 對 燥熱體質比較適合 剛剛陳醫師講到那個濕寒體質 我去看中醫 中醫告訴我 我是比較 但不寒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我們家附近呢 曾陣子開了一個中醫嘛 那我就想說 好 我去看看 胖丟姐 對 就去調一下身體 然後那時候我去的時候呢 因為基本上我身體期來的時候 我小腹會不太舒服 尤其到排卵期的時候 我小腹就是 會痛嗎 痛 然後我會覺得坐立不安 後來那個中醫師 他就開了水藥給我吃 他說如果我怕這樣吃 很苦的話 我可以 喝那個 主要是喝那個湯 那後來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放了排骨燉 那我就乖乖的喝 你知道我喝第一天 第二天 我只是覺得 下腹不舒服的感覺 比較明顯 但後來我第三天去工作的時候 我MC就來了 我順順時間提早了兩個禮拜 可是這樣就這樣找得太多了 我就想說不行 可是後來我發覺想說 MC完了以後再去問 再去看那個綜藝 結果你知道我那幾天拍戲 都在宜蘭 我是根本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過正常人的生活 我大概MC來了 23千 那你幾乎每天來 每天都維持在第二天的量 這麼多水 都是很多的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 那你不會覺得頭暈嗎 會會會 我拍戲在現場就一直晃 然後導演問我怎麼了 我就跟他說 不知道我就覺得頭很暈 那我就不好意思跟人家說 因為我生理期不舒服 可是後來拍到後來 剛好在醫院的大廳 我們在拍醫院大廳的時候 我就跟我對戲的人說 我真的很不舒服 他說你要不要先去看醫生 我才在跟他講說 這場拍完 我就先去掛號好了 才講完 我一站起來就 就暈倒 天啊 就暈倒 他們以為我懷孕流血 其實是我的那個量太多了 然後那副長哥醫生 就問診 那時候我醒過來 他就問我說 我是不是有在吃什麼東西 我說 我的中醫師開了那個中藥給我 是水藥 他是說讓我調身體的 可是我吃了之後 MC提早兩個禮拜來 但是下腹還是會痛 結果後來那個 西醫就跟我說 其實我吃的藥好像 吃錯了 吃錯了 所以才會造成是 提早排卵 提早排卵 然後下腹反而會更不舒服 但後來我就不敢去那個中醫 因為那個中醫是剛開的 醫生太年輕了 我就會怕 所以後來西醫又看好了 是 就那一次是西醫看好了 因為還是要先止血啊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